很多同学在后台留言,让我说说最近美国国会针对UFO举行的听证会 那这期科技参考我就来说说这次听证会的内容 然后再谈谈这次听证会带来的影响 首先我们先得说说什么是国会听证会 通俗的说就是,全国有相当多的人都关注了一件事之后 国会就把当事人都邀请来 再把跟这件事可能有关的政府部门的负责人 还有国会议员也一起请来 一起听一听当事人对这件事的陈述,列出证据 一般来说这些事都是重大事故,丑闻 比如说飞机的坠毁,大选中的贿赂 或者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比如说种族,性别的歧视,或者非法移民等等 而这次国会听证会说的呢 就是人们通常认为的UFO 虽然UFO指的是不明飞行物 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把UFO当成是一种由外星生物驾驶的飞行器 所以为了特别提醒人们 听证会专门不使用UFO这个词,而是使用UAP 也就是不明空中现象这个词来指代 听证会上提供最新情报的人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纳德 和海军情报局副局长斯科特 他们介绍了这些年来收集到的UAP情报的总体情况 用一个词来总结呢,叫做污名化 他们说上一次跟UAP相关的国会听证会还是1969年开的呢 那个时候用的词还是UFO 而且UFO这个缩写也是那个时候发明的 那次听证会源于美国从1947年兴起的一股飞碟热 这股热潮酿酿发展了几年之后 美军在1952年设立了蓝皮书计划 专门调查当时的UFO事件 这个调查一共进行了17年 一共收集了12618件UFO事件 其中大部分经过后续调查确认都是自然现象 比如说云雾啊星星啊或者普通的飞行物 其中还有少量的谎报 只有701件被定为原因不明 占总数的6% 1969年那次听证会之后 国会议员们认为 没法确认UFO的真实存在 也不认为这些事件对美国构成了安全威胁 于是蓝皮书计划随后就停止了 此后和UFO相关的研究在美国彻底边缘化了 研究他们的都是民间科学家 和一部分不切实际的科幻爱好者 这个态度也导致此后 凡是经过正经职业训练的人 比如说学者 飞行员 记者 都绕着不明飞行物的话题走 尤其是飞行员 其实他们在执行任务中难免会遇到不明飞行物 但由于热衷讨论这个话题的人都很low 或者是这样的人都是神经病 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 于是无论说他是UFO也好 还是UAP也好 这个词已经被污名化了 2021年6月份 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了一个UAP的调查结论 它是一份6页的PDF 里边统计了从2004年到2021年的144起UAP事件 之所以在这么长 也就是17年的时间里 只挑了144件 是因为这些事件的收集过程更可信 都是美国海空军在执行任务期间记录到的 要不就是有雷达信号红外监控 要不就是有武器上的摄像头记录下来的影像 调查结果是除了一个有明确的原因之外 也就是一个巨大的瘪了的热气球之外 其他143件都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它们是什么 尽管没有啊 但是猜测起来大致都是空中的杂物 比如说鸟 无人机 塑料袋 或者大气现象 像水分的波动 冰晶 是由它们造成的 也因为官方把这份调查结论公布了 客观上鼓励了飞行员把看到的UAP事件上报 所以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收集到了300件UAP事件 美国情报部门跟军方现在的态度是 希望大家不要污名化UAP事件 看到了就报上来 我们都会认真对待的 听证会上 海军情报局的副局长掩饰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UAP事件 一个是至今也不能确认原因的 一个是后来找到了明确原因的 我把这两个视频的动图放在文稿中了 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点开看看 不点开看也不影响 因为确实都挺模糊的 第一个视频是F-18战斗机飞行员看到了一个金属质感的球体 从悬窗掠过的瞬间 而且不只是飞行员的肉眼 连战斗机的传感器也监测到了它 它掠过的速度快得出奇 但却没有观察到尾部有什么推进器的痕迹 这个UAP事件到现在没有任何解释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第二个视频是2019年美国空军在西海岸上空拍到的 夜空中有一个绿色的箭头若隐若现的飞了过去 但后来跟其他的UAP事件进行对比 人们就发现不止出现了一件绿色箭头飞行的UAP报告 把这些图像综合在一起 再比对当时天空中的飞行记录 最终确认其中几个就是无人机 所以另外几个不出意外呢 大概也是无人机 那之所以是绿色箭头的样子 是因为在飞机的夜视镜里看 无人机的光就是这个效果 这就是典型的后来找到了原因的UAP事件 举这两个例子是为了让大家切身感受一下 什么是没有找到原因的 什么是找到原因的 但是在后来收集到的几百件UAP事件里 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找到原因的 就算做调查 结果也不会很乐观 因为那些偶然事件是没法复现的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纳德发言说 尽管他本人是一个科幻爱好者 还参加过几次科幻大会 也相信外星人是存在的 但目前从他们收集到的UAP事件来看 没有一起可以证明和外星人有关 在议员的提问环节里 有人就说了他相信这些跟外星人没有什么关系 但有没有可能是来自于俄罗斯或者中国的超音速武器呢 罗纳德说除非我们情报局的工作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否则没有这种可能 而且在调查UAP事件中 美国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还互相分享过数据 还有议员问了一个典型的阴谋论的问题 就是美国政府是不是暗地里和外星人合作了 或者已经截获了事故飞船里的外星人 正在拿他们做外星人的人体实验 这两位高官都发誓说 从没有这样的事 他们对外星人也毫不了解 最后两位官员说 今后要针对性的优化调整军事设备上的传感器 来更准确的记录更多的UAP相关事件 以免更多的错误和谎报发生 而且情报局也会分配一些人专门协调处理UAP事件 并鼓励飞行员不要有顾虑 看到任何异常情况都可以汇报 听证会的内容就是这样 那些好奇心重的人或者科幻爱好者听了 可能会非常失望 因为什么有意思的事都没有出现 甚至连一点点外星人的迹象都看不到 不过这次听证会的影响可能会波及到其他领域 比如说电影小说漫画 因为只要回顾一下1969年那次听证会就能知道 那之后一系列外星人科幻电影 星际穿梭的电影就出现了 比如说著名的星球大战系列 E-T系列 第三类接触等等 这类电影跟小说的素材 有很多就是取自于当时蓝皮书计划的调查内容和调查方法 当时蓝皮书计划的天文学顾问约瑟夫 参与了全部17年的调查 并且建立起了一套关于接触方式的分类方法 一共有9个等级 他是这个计划里很典型的例证 就是最开始他是一个根本不信邪的天文学家 但后来越来越确信外星人的存在 直到创设了9个接触等级体系之后 他已经成了一个坚信外星人到访过地球的支持者了 后来他还参与了不少外星人电影的制作 而这样的念头写成书 又被其他的科幻作家当成素材编入了情节 再拍成电影 也成了那个年代非常受欢迎的内容 这次听证会上透露的信息也让人们惊讶 在过去四个月里 五角大楼披露的UVP事件 比过去十年的总和还要多 那么谁又能保证 没有导演作家编剧 从更加清晰准确的传感器收集的数据 和那些公开文档中找到灵感呢 尤其是今天 再次飞向月球 用月球土壤搞种植 移民火星的城市正在实施当中 所以别看这次听证会上 没有任何外星人的迹象 但各种不同于五十年前 那个模式的外星人故事 说不定已经在很多大师的心中 酸酸起来了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